今天我们终于来到杭州市内 这片被水包围的自然栖息地 栖息湿地 我是从东侧的门记来的 沿着这条路走不多远 我就横穿树顶寻着水流去了 水边我发现了这种据说是辐射罗的罗 还有这些形状奇怪的树疙瘩 周围遍布着许多土豆 走在树林里完全是置身大自然的感觉 忽然草丛里发出响动 我最怕有蛇了 但定神一看 原来是出来散步的大螃蟹 草丛里我还发现了好些蛇没鬼 回到大路上继续向前走 走过石板小路 摇晃了浮桥 这里几个老法师正在拍摄鸟类 据说那些退休的大叔最沉迷于此 走一段时间后你会来到高庄 这里是清朝康熙年间 李布侍郎高士奇的宅院 他一生效忠于康熙地 同时也是一位在文史浙珠方面都有贡献的学者 出了高庄就可以在马楼乘坐游船了 在湿地的水路乘游船游览是最好的方式 你可以静静欣赏水路两面的风景 船会在不同的景点停泡 下了船你可以在周围游览 之后找到下一处马楼前往后面的景点 在途径的西西人家小镇里 你可以参观到脏残的饲养 残碱的行程 各类繁殖品 后面还有一些当地的归服场景 就是农村房屋的场景了 当然在湿地内一些马头 也可以乘坐摇鲁船 体验更原生态的感觉 湿地这天刚好有本地的大批青年在做赛龙舟训练 虽然今年比赛已经取消了 但满腔的热血必须发泄 据说往年比赛的时候 这里就会人山人海 有的水泄无量 最后让我们一起俯瞰西西西西的全景 感受江南水乡的人文情态